怎么样 开机 从开机 开机 编程 或者是偷偷 编程就是说这里有个编辑PCB嘛 我们第一故事在这里面 有打开这个 有选 就是说基准点的参考点 因为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基准点是一个码块点来的嘛 是不是 参考点是就是 就是说我的拼板 有拼板的时候 我用参考点来复制拼板的一个数据 一个那个 有几种的 这里面这个PCB尺寸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 我进去一个新的file 这里 这样一个新的file 就是说兴建之前呢 他会问你这个程序要不要保存 或者说不需要这样的 我们先保存这个 先建之后呢 这个所有的好像这个程序名都没有了 他是因为所有都是空的 我们就打开刚才这里 以后呢 我选这个 因为这个是单板来的 是不是 就一个大板 那我选一个基准的 如果说你拼板的时候啊 你选这两个 有拼板的时候选这两个 或者选这个 这个呢是什么样呢 他是说一个大板里面找大板的码块点 这样的 如果你有拼板 把每个小板放在一个拼板上面呢 因为他有松的嘛 拼板上面很多那个松位嘛 我们要找这两个 因为他会每个去照 才可以补证每个小板在一个拼板上面 一个框框的一个 那个 那个那个准确的那个点 才可以参考了 以后呢 他就 他会引导你上面 上脚 是不是 我们就把这个镜头 猪猪挖 一般我们呢 把这个盖子要放下来的 正常 这样的 而且他这个鼠标呢 你点到哪里 他就会去到哪里 你看到没有 是这样的 用这个用手这个鱼也可以 都是 用点你点这个 箭头也可以 这个是上脚 要点开 他就会 下脚 要来取一个参考感 出来 面里面里想一遍 我刚才 应该是第一步了把这个尺寸 因为你没有这个尺寸呢 你不能把这个板放进去 它的宽度就是对应 但是我知道这个板